我洗脸是怎么洗脸的 首先你要用一款像这个一样精致的水龙头 其次这个水龙头要是好的 就是可以出水 然后呢这个水就讲究了 这个水呢 这个必须是天山雪水 天山这个积雪融化的雪水 看起来和普通的水一样 但是当你触碰到它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不同 啊我的妈呀 看到天山了吗 你们看到天山了吗 真的不是开玩笑 因为我我其实平时是一个非常不懂得护肤的一个人 但是呢 对于头发来讲 我会用一些发辣的东西去做一个造型什么的 你知道吗 那么我会怎么打发辣呢 首先指头 牧枝盖那么大小的一个一块发辣 挪在手上均匀的涂开 随便弄 就一直往上搂 后面随便这么抓一抓 我马上我现在就是我平时的常态 我就会 哎这里是不是应该应该高一点 哎这里怎么低一点 哎这里怎么那么乱啊 这里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 哎怎么弄 哎好硬啊感觉 头发黏在一起了啊好烦 啊 然后我就这样了 然后我就崩溃了 然后我就再洗一遍头 然后再重新弄一遍 真的是这样 Fuck 其实最简单就是 撸一下 往上我上low一下 往上low一下 妈的我怎么 操 怎么 啊 又失败了 别慌别慌 慢慢可以理回去 啊 头发 头发又黏在一起了 就废了 又废了 这样效果 哎这样效果反而很平衡很好 很自然啊 打发了的技巧都学会了吗 就是你要一开始很精心的去打 然后呢 你有些地方不满意 你就不停的调 调完以后发现好丑 然后你就崩溃了 崩溃一弄 哎这个头发就打好了 后面这个有点糗 头发打好了呢 就可以录视频了 那么今天 我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你看我 我洗脸 我都不用洗面奶 我洗脸都不会去护肤 但是今天 我要自己去化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该录什么了 我的日常就是很无聊啊 那么 我的脸会很浓 这样的话 才会比较有挑战 比较有效果 黄子涛的妆 哎呦 这次二位 好高哦 哎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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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险好险 还好我动作快 嗨 大家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Benebicca 哎呦 不要紧紧边边模仿别人好不好 哎 走开走开 快走 真的是 oh my god 大家好 欢迎回到小瑞老师的化妆大讲堂 我是你的小瑞老师 今天呢 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妆容呢 是黄子涛的 哎 弄不弄走自己 哎 弄不弄走自己我就问 走走走走 说我贵 哇 真是 哇 真是弗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Amazon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 就是我 一个从来没有画过妆的人 准备自己给自己画一个黄子涛的妆容 那么首先我们要去搜一张黄子涛的妆是什么样的 首先作为一个专业的美妆博主 我们展示物品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样 这个是TF牌子的 这个也是TF牌子的 这个是雷蛇 这是我鼠标 TF 不会是TFBOYS的周边吧 还有中国节 还有MAC Mac Mac Pro iMac 苹果 很显然 苹果也出口红 首先我们要打粉底 我们要弄得专业一点 粉底的话我是推荐这一款 这一款是正母玛丽亚牌子的 嗯 粉底怎么是红色的 这应该是 塞红 粉底呢我个人偏爱这一款 这一款是季凡希的粉底 啊 这款就是比平时啊 粉底的它的优点在于它的颜色是 不是那么的黄 然后我们就把它揉匀就好了 是不是有点多 怎么那么像孙悟空 我们就把它涂晕 涂晕就好了 粉底涂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这个 遮瑕 遮瑕的话我们是用 找一下遮瑕在哪里 遮瑕的话我用的是这一款 这是这是遮瑕吗 这什么是遮瑕吗 这是什么鬼 遮瑕是用英语怎么说 啊这个是遮瑕 concealer这块 斑 然后黑眼 黑眼圈要遮一下 我们的质 alright 然后把它涂匀 好像涂得有点多 我是不是应该用什么工具啊 哇这个刷子好扎脸 不要用啊 扎死我了 那么遮瑕我们做完了以后呢 下一步就是要画眼睛了 眼睛呢是黄泽涛妆容的 比较核心的部位 那么对于眼睛的话 我个人会用很多的牌子 比如说 tf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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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毛的话我们要就是刷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用力 因为用力的话你会把刷子刷坏 所以说你要轻一点 瞄一瞄 嗯 黄子涛的那个这个眉啊 它会很细 所以说一定不要画的特别的粗 一定细一点 alright 完了 画痴了 我靠 完了完了 废了 我操 还还可以吧 眉毛就画好了 啊 那么啊 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画画眼线 眼线的话我用的是这款 Drawing Eyebrow 啊 哦 拿错了 拿错了 Styla alright 啊 Styla 我们就是要画眼线了 我操 这个 这个是高科技 我不敢画啊 我操 好害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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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还可以吧 涛涛涛的这里是一个画了个三角区域 它是画了个三角区域 把它整个都延伸 Fuck 失败了 我只是赶紧拿纸 完了完了完了 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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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水呢 这个 这个都不出水 画好了 我的眼线 我可以说是跟原版 其实说讲道理上没有什么差别 画的 不错 好像它下面也有 我的眼线就完成了 那么眼线完成以后 下一步就是眼影 涛涛的眼影是紫色的 好 眼影 在这里 眼影呢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 TFBOYS这个周边 首先我们 需要用这个小棒棒 小火柴一样 点一点这个 橘色的 一定注意 你用的时候 涂的时候不要 不要太用力 好吧 因为用力的话 颜色会很深 就不均匀 不自然 你就像我一样 轻轻的刷过去 就OK了 alright 仔细看我这个手法 我这个手法 非常 这么给它涂开 完美 完美 涛涛的这个 下边 它是弄成了紫色 就是这个眼袋 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涂匀 哇草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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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了 我的眼睛 不显大呢 这样 远看 远看还OK 远看还OK 近看有点恐怖 废了 好 那么下一步就是这个阴影 我们要就是修容 对吧 对自己这个 脸上凸起和凹陷的地方 要进行一种修补 所以说会看起来脸型会更好看 就刷刷 然后在什么地方打阴影呢 在 在凸起的地方打阴影吧 那我们就在这里打阴影 像磨盘一样哈 然后这么转一转 把粉弄到这个刷头上 然后往脸上刷就可以了 刷完脸上 哎呦我操 耍给我操 刷了好多下来 就是你看 很多化妆视频就是在这个鼻子啊 这两边这些花那些东西啊 就是很专业的那种修容的手法 我们现在也有这个鼻影 在这里 两一点在这个刷头上 然后刷到鼻子的两侧 哎呦我不要心 不要心刷到鼻孔里了 刚才 哎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 定妆 定妆粉 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妆容就完美的被 那么啊 今天这个妆容 今天这个 黄子套的这个化妆教程呢 我们就 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然后这个 最后的这个成型呢 就是 就是跟原版的这个黄子套的妆容 几乎是这个一模一样的 OK 几乎是一模 尤其是眼妆 画的是非常到位的 你看看细节 一个妆容它好不好 一定要看细节 你看这些细节 眼影这个这个 运色啊 多么的自然 真的 你们觉得怎么样 你们觉得好看吗 穿 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 你觉得呢 哦 忘了 忘了涂口红了 我刚才在这个 我刚才这个口红 我刚才就用力拔 拔不开 我发现它是肿的 扭开的 好吧 这个口红是这种 这种刷子的 刷一下 卧槽 谁来收了我这个妖眼戒获 这个黄子套的表情是 像吗 你们觉得像吗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对于我这种 我就在生活区混混就可以了 好 好 感谢大家收看 show